感谢大家捧场硅谷之路 今天我们解读的是来自Uber公司的Curtis所分享的Uber的架构 从0到1 所以说这种Uber非常早期的一篇视频分享 我们之后会逐渐讲从1到1 以及再更进一步的更多Rimpop的架构 我是庆元 首先谈到Uber的初心 它的想法就是一键打车 左边就是Uber最早的一个界面 大家看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 你按一下就可以打到这种车了 Uber最初的架构应该是怎么样的 它能支持这样的服务呢 会很复杂吗 其实不会的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 前面是一个手机 中间是个PHP负责业务逻辑 最后是一个MySQL的数据 司机每隔4秒钟会上传自己的经纬数据 来更新自己的位置 而这些数据也会存在MySQL里面 用户请求来的时候 PHP会调用MySQL的查询语句 来寻找匹配的司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架构 能够快速追尊Uber的需求 但是这样架构如何扩展呢 因为用户不断的蜂拥而至 Uber是这么火爆 于是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将PHP变成多进程多线程 他们同时访问MySQL的数据 但是这样架构有很多缺点 首先第一个缺点就叫做 一个司机两乘客 因为每个PHP是独立访问MySQL的 而这个锁如果一些机制没有做好的话 很可能一个司机被两个PHP进程 查询到了后台同时返回给了两个用户 所以说一个司机被派给两个用户 当然还有时候两个司机同乘一辆车 他们用两个APP 这个时候你其实只能派遣一次的就会出问题了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账号两辆车 但是两个用户登了同一个账号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用户的位置在不断的飘移 让你非常confused 那出来这么多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改进呢 那谈到改进 我们再把刚才的服务再具体化一下 这个派遣服务 派遣服务后面是MySQL存储状态 整体是个实时逻辑 用户就可以通过iPhone Android的手机短线连到上面 那想到改进 它这个逐步的过程 不是一口吃一个胖子 所以说我们首先可以把一些 影响我们派遣服务的一些逻辑拿出来 比方说商业逻辑 就是用户绑定手机号 网网付款之类这些东西 可以通过一个Python的API进行调用 因此就减轻了派遣服务的能力 那再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中间再加个消息队列 因为有各种请求嘛 不见得所有请求 都要通过派遣服务来进行走的 像那些商业逻辑 可以直接走这个GPL API就行了 而且消息队列在这里面 它可以抵挡更大的连接 更多的请求 本身还有个消息队列的机制 同时呢 为了存储一些那个MangoDB 比如GPS世界的日志 都可以在MangoDB里保存 从而也减轻了派遣服务 可以看到逐渐的减轻派遣服务的压力 这之后呢 大家甚至在各个层级里面 如果出问题就可以重视 重视很好啊 因为便于那个出错以后的恢复 但是它有个隐患 因为我会讲到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变化 你看好啊 变化就在右上角一点 你看见了吗 他们的派遣服务也变成了NOSJS 他们的派遣数据也变成了MangoDB 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啊 就是说JavaScript越来越全面 它不仅能写前端 而且能写消息服务 还是写后端 所以说我是一个JavaScript的粉啊 也是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玩的 跟那个NOSJS搭配非常好的MangoDB 用在这里了 而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优化 就是将很多助力放在内存里了 所以说派遣服务能够很快的去 检索一个司机的匹配 而不需要通过MySQL查询来实现 OK 在这样的架构里 如何避免单点失败呢 因为我们还是单点了 什么单点失败呢 比如说我们的派遣服务 是只有一个点的 要master它挂就完蛋了 所以说最好方法 就是有几个slip在热背 如果master挂就可以替换到它 同时呢 这是要做单点失败 如果大家请求特别多的话 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区域拆成三个区 每个区里面要负责单独自己区的服务 因此呢就避免了很多很多问题 而且呢 每个区里面都是进行一个单线程处理 也就是说 不会同时出现一个司机 派给两个人的情况了 这也是一个规避 我们之前说各种问题的一个窍诀 因此呢 单线程服务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那么再具体看一看业务逻辑 比如说消息怎么处理 为了处理消息 我肯定需要有一个消息的管理器 那这个管理器代码 大家可以看很简单 就是首先千金端口就签 然后呢 每获得一个请求呢 就处理这个消息 这里面有个思考题啊 我们如何能够热升级 就是hot push这个code 比如说我们想升级这个request manager 怎么能升级呢 会有问题啊 因为你要升级的话 你直接把它关掉 那以前再处理到一半的消息怎么办 那如果你不关掉 它会接受请求永远关不掉 有什么办法不损失消息 还能把重启呢 答案就是不要关掉服务 而是关掉它监听的端口 你把端口关掉以后呢 新来的请求进不来了 它可以自己再持续服务一分钟 把之前的请求全部处理掉 然后再重启自己 它在重启自己之后呢 刚才发过来的所有请求 都会在外面进行重视 因为每层有重视机制嘛 所以说这种规避错误的方法 就能够让这些请求意见得到满足 不出现任何问题 但它也是后面一个陷阱的起点 那服务器如果热背呢 也很简单 我们需要一个slip master的结构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有一个server list 就是很多很多的服务 这些服务呢 然后启动起来 当每一个master挂掉以后 大家发现呢 立马就有一个slip 选举出一个新的master来接替 这样的话 同时你可以在修理那个master 保证这个服务不断的有 比如三台在那进行热背着 这就是一个选举机制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mongodb是怎么访问的呢 答案很简单 我们只要外面包一个rapper就行了 把访问那些 比如说重视次数啊 如何备份 如何恢复的种数据啊 内容啊 配置啊都写到里面 这样的话大家统一调用 就非常简单 那我们看看数据啊 在2011年就是 应该是5年半以前的时候 它什么数据呢 平均请求25个 那你猜一猜 它的高峰请求是多少个呢 答案是125倍 就一般高峰是平均的5倍左右啊 大家背下这个数字就行了 那如果我现在在了解这个架构 能不能面对未来 你怎么测试它呢 是拿高峰的125测试吗 答案肯定不是 你要拿一个更大的值 比如他拿1000 如果选的1000呢 它大概是高峰的10倍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系统是面向未来编程的 你一定要考虑 至少三个月以后的数据变化情况 Uber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服务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估到了1000 就乘以10倍 大家永远记住这个数字啊 如果猜不准 就记住乘以10就行了 另外呢 在这个技术网他们测试了 发现只占14%的CPU和60兆内存 所以说完全可以顶到这样的服务压力 那长期来看 你不能保证系统永远正确 还需要监控 那怎么能监控呢 比如第一点就是出错以后 可以立刻重启 然后是邮件通知大家 最后还有统计兵们可以看 所以说核心啊 大家记住 你首先在错误发生时 先要解决这个错误 让它继续服务最重要的 所以说先重启之后再调量错误 如果你没有这个机制的话 你一错误就要挂到那 全要等待 那就出问题了 而且比上你手动的重启 那更完蛋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思考题 在这个架构里会有什么潜在风险呢 就你画出来就是API Python 我前面也反复提到了各种隐患 这个时候呢 叫做所谓的血崩现象 比方说这个API往往是商业逻辑 比如说用户 结算完以后呢 他会算一个账 去银行拿钱 但这个跟银行之间的对接呢 往往可能会比较死了 因为银行嘛 大家知道又慢 又贵 于是呢 如果这个东西慢 别人在等它的话 会不断重视 重视以后呢 又加大它的负担 它就挂掉了 它挂掉以后 别人再重视 又完蛋 而且消息对着都会累移到一块去 于是呢 它没跟着挂掉了 也就是说底层挂掉 上面跟着挂掉 永远呢 所有服务都挂掉了 你启动哪个都没有 启动以后还要挂掉 这就是血崩现象 就一个挂掉了 别人跟着挂掉 那怎么破呢 当然有两个啊 从根源上来说 肯定是一步调用的问题 因为同步等代嘛 才造成问题的 另外一个是 你总是不断的重视 也是压死它的最后一个稻扫 所以大家应该去学会 快速失败的机制 OK 我们做个总结 加瓦斯规伯这个好兄弟 有时有基金点的话 就是任何能被加瓦斯规伯写的代码 最终都会被加瓦斯规伯代替 我是先行这个理论的 第二是面向未来设计 记住想三个月后会有多少压力 实在想不到 先乘个十再说 用功量乘个十 最后一个雪崩雪崩雪崩 对吧 系到一起 中央文章说三次 也是连环的发生的 最后做个剧透 就是Uber最早的使命 就是一键打车 但是这样它会不断的进化 到所有的传输 就是把传输作为一个生活中 基本的水跟电一样 去营造这样一个 这个service 所以说一个非常大的使命 在这个使命上 它是如何把系统升级呢 那么就请听下回分解 这是参考文献 欢迎大家去自己阅读一下 也非常短 二十多分钟 这是我们的官方中号 BeatTiger.L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网上 收听我们这期的课程 谢谢大家